2017年11月13号 一名北韩军人想脱北 闯入板门殿飞武装军事区 遭北韩士兵连开40枪 枪枪射入停战村 脱北军人重伤 陷遭躲命 这是板门殿近年来 最靠近战争边缘的一次 但或许也许只是或许 也将会是板门殿 最后一次听到强响 2018年初夏 当摄影镜头再度踏进板门殿 在历史性的文经会之后 人称停战村的JSA 共同警戒区 几乎看不见南北韩士兵 近距离对峙气氛 在文经会之后 我们也成为了第一家 获准进入到了 这个所谓的军事跟界线的 台湾的媒体 随着避免这边的一天 几近的一两千人左右 到这边来看军事分界线的状况 北韩方依旧维持了紧张的高度接触 而南韩方那边则是没有看到 柳子自身 因为根据了解的这个地方 并不会每天都有双方的军队 以此而来较劲的气味 北韩的军人往前面走过来了 他们即将进行换班作业 这个部分也是在这个 所谓的军事分界线这边 相当罕见的一个情况 他们走上来进行换班 您可以看到了 这个北韩军人的全部武装的模样 是什么模样的 尤其是在这个高度戒备的 军事分界线这里 根据统计 一天从北韩方 挤进板门店的游客 超过三千人 过去处于战争边缘的 板门店北韩士兵 开始习惯 微笑面对观光客 甚至还能合照留念 过去想到非军事武装区观光 男士不得穿运动服 以及牛仔裤 甚至还不能留长发等 女士则不得穿 太过曝露的短裙短裤 但在2018年的板门店 这些要求全都消失 满脸轻松的国外观光客 跟全身军装的北韩士兵 同时存在于板门店 留下时代性冲突 在板门店里 气氛轻松的大陆游客 甚至在共同警备曲练的 中立区会议事 角色扮演起当年联合国 军事停战委员会 南北韩双方角色 北韩军人罕见的 没有阻止 没有恫吓 理由只有一个 拼光光 来者时刻 更让我们大感意外的是 要进入板门店前 大批游客第一件事 是进到这个号称全世界最危险 却也最能引发购买力的 纪念品销售中心 里面卖高丽人森 卖朝鲜瓷器 卖的更是人们对板门店 既恐惧又好奇的情感投射 现在我人在了这个 所谓的非武装区里面 也是38度线里面的界线 但是这边呢 现在呢少了点怪状情分 但多的是像这样的小店 你会看到呢 有没有这个大批游客 在这边呢 要赚了一点 而且是这个 是这个冰板 这么小的这个 充经济呢 要来赚人民币呢 事实上是十分重要的据点 就算是38度线里面的DMZ 非军事武装线的这边呢 一样赚钱也是很重要的事情 从韩战末期 1953年7月27号 南北韩在此签订 朝鲜停战协定而闻名 板门店位在南北韩之间 北纬38度停战线上 很多人不知道 其实板门店之名 得自于停战条约签订地点 附近的一个卖香烟的杂货店 超过65年以上的对质 但就像金正恩说过的话 一样新的历史从现在开始 2018年4月27号 历史性文经会 金正恩成为首位 踏上南韩土地的北韩领导人 他牵着文在寅的手 也跨过北纬38度分界线 踏上北韩领土 从国际社会害怕的暴君 变身成了微笑外交家 金正恩告诉全世界 就宛如电影台词一样 为什么这么严重? 为什么这么严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